鄉城中學文憑考試 數學科 事件三 聆聽能力測驗正式開始 號碼考訊 請先用5秒時間閱讀史題 請注意 聲帶只會播放一次 現在會播放第一段錄音 喂陳太太 晚上去買菜嗎? 是呀 陳太太 近日買菜貴了好多啊 鬼咩通脹啊 咦 你這條什麼來的? 哦 我這條紅衣褲來的 剛剛講了個名字叫一心 哦 那一心賣多少錢啊? 上年一心就賣20元 但今年過了50% 不過幸好我認識的老闆 他給多了個6折我 原本他還說 買多了波西蘭花就給多個8折我 不過他說 沒得折上折 那就沒辦法了 陳太太 你講那麼多話 為什麼你不直接說價錢給我呢? 陳絲啦 你以為我想的嗎? 咦 那你這條西蘭花最後在哪裡買? 哦 那我就去了旁邊的菜單買咯 咦 那這條西蘭花買多少錢啊? 哎 這個不好提了 原本呢 我就想買一個西蘭花的 不過他說買了3個送50個給我 嘩 這麼便宜? 鬼咩 那些爛了的 買了回去都吃不到些什麼的? 那最後那些西蘭花怎麼處置啊? 沒有啊 那我就逐個拿起扔回它 哎呀 為什麼你這麼大浪啊? 爛了不要給我嘛 趁個鬼就會撞到你嘛 好啦 不說了 就這樣啦 拜拜 現在請先用1秒時間整理答案 現在會播放第二段錄音 好 下一個家明 喂 哈囉 家明 麻煩你啊 牙醫 我上個月才看完牙策 我現在又要打架你了 我不要緊 你坐 媽打你牙牙? 今次你想做什麼? 我想咕牙 不過我不知道我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可不可以講一下? 好啦 等我新的東西進去你的口裡先啦 嘩 你今早吃完菜模拆牙了 是呀 醫生 記住呀 臨睡起身都應該拆牙 知道嗎? 嗯 你這個情況需要剝牙 啊 但剝多少隻呀? 不知道的 等我計算 咦 你幹嘛塞把鑑車進我的口裡 我要量一下你的牙的平均闊度 嗯 有啦 你應該就是鋪上岳 你每隻牙的平均闊度是7厘米 而你就有55隻牙 但是如果把你上岳拉成一條直線的話 那條直線就闊55厘米 不過 你的三隻門牙就傾側了 而這三隻牙的傾側角度都是FETA 如果我要把你這三隻門牙伏好的話 那我就要剝Y隻牙了 嘩 醫生 你說這麼亮我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不如你直接告訴我 要剝多少隻牙 哦 很簡單 你要剝四隻牙 是不是真的 不信你就算一下 說明先一下 我真是心算 可能有偏差的 好啦 那幾錢呀 剝牙每隻就500元 剝牙呢 就2萬元 如果你剝夠10隻的話 還可以給你截頭 咦 有截頭呀 多少截呀 我趁水現在又優惠 剝夠5隻呢 就送多3隻 你想想它啦 嘩 好像抵了很多 那剝牙呢 剝牙成本太貴啦 沒得便宜啦 哦 好啦 那我回去再跟家人聊聊 好啦 就這樣啦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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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你有10秒鐘的時間 完成餘客下來的題目 時間到 請停筆 拜拜